不當捕手要當投手 場上每一球都是好球 洪友宜特地選在棒球學校 宣布體育政策最大亮點 爭取亞運主辦權 從全力爭取 2038年舉辦亞運 拉攏各族群支持 另一頭柯文哲 人在高雄替小雞站台 藍白總統這局任務共事 更傳出兩人在景美密會時 氣氛並不平和 洪友宜表明不認當 放棄總統的歷史罪人 火車過戰其實已經過蠻久了 還要等他 目前國民黨很清楚 我們會堅定我們自己的力量 自同到合 我們都一起真正的 大家好好的去思考 政黨輪替人民的期待的問題 其實選舉大概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選贏 其實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說 也希望藉此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一個選舉會選贏 但是那一切的都是跟 還是回到過去那一種 宮廷政治啦 密室政治啦 不是這樣政治 這也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從高分被嗆瞎 再到畫中油畫 不到最後關頭 耐心等待 柯文哲態度一連好幾遍 萊營陸續有聲音 喉寒沛影展 喉寒沛會是一個 就是很好的選擇 基層的心聲是這樣子啦 如果藍白河 要下降民進黨 這個機率會更大 從期待到害怕受傷害 萊營基層等到不耐煩 最壞打算各走各的路 畢竟火車雖過戰 百年大檔還是在 三熊王誠一為我們收看 SY小組新美報導